字幕提供 下一支我們來到 下一支我們來到這支HTC的U-Ultra 這個應該是我自己用我自己的錢買的 這一支是HTC的應該算是一個很荒謬的旗艦機 就是它有雙螢幕 就是有一個主要的螢幕 然後還有一個負的小螢幕 我還蠻喜歡這個小螢幕的 因為你在拍影片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按一個按鍵 你就可以把影片的整個螢幕關掉 但是繼續持續錄影 我覺得這真的是還蠻好用的 就是假設你要加在那裡 要錄一個很長的影片 你可以按關掉螢幕 然後它就會比較不耗電 因為螢幕就關掉了 但是它持續在錄影 還蠻好用的功能 但是它的好像是一個災情吧 就是這一款HTC U-Ultra 它的主機板就是好像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它就會沒有辦法開機 我們試試看現在有沒有辦法開機 應該是沒有辦法啦 除非七集出現 嘿嘿 然後再次按一個按鍵 還有一張操縮 那裡 有夠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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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 有夠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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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確是沒有辦法開機 它就會無限輪迴的 一直重開重開重開 但是就是開不起來 然後我們就直接把這支手機分解啦 把電池取出來 可惜啊 這支自己買的旗艦機因為 應該一萬五吧 這應該是我最後一支旗 這應該是我最後一支旗艦機 因為這真的是 太失望了 這支手機我後面也有做一些奇怪的改造 就是因為後面螢幕 這支手機我也有拍一個影片如果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就是後面原本的玻璃被碎掉 然後我就把它全部改成 自己一個 大力膠帶的版本 那我覺得看起來蠻酷的 後面它又改裝一下那個 散熱片吧 就是讓它散熱變好 結果用一用沒多久它就壞掉了 哈哈哈 喔我的天啊 喔我的天啊 好 好 Shi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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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呵 嗯 圣会が多くて盛り上す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安排了吧 我安排一下 了呀 我要加上了 有没有 这个 这个 是吧 这 这 我不得了